好 当然这个让大家看清楚了 这个赖清德的真实的一些性格 在这个权力的面前 权力的诱惑之下 还是做了很多的妥协也好 或者是说 他本来其实也就没有什么太多的理念 那当然接下来很尴尬 像潘孟安 因为他也不敢选 不过他帮赖清德 赖清德就说 蔡总统在内阁改组时期 曾经托付两个非常重要的职务 然后潘孟安为了帮我 他没有入阁 要这个掌声给潘孟安鼓励一下 来 来宾掌声响起 对不对 潘孟安怎样 你没办法选 对不对 选的话要交这个切结书 但是入阁不用 他将来帮这个赖清德 站在赖清德的身边 在他的竞选总部 会不会成为另外一个剑把 赖清德该怎么处理呢 他能怎么办呢 倒是这个彭P 大家知道彭P就一路 盯着蔡英文的论文 彭P给赖清德两个建议 赖清德拜托你赶快开除林志坚 然后第二个开除蔡英文的 学术诈其人的党籍 我保证你2024总统大选 稳当选 怎么可能嘛 对不对 那亮哥也说 赖清德如果开除蔡英文的话 他自己保得住吗 所以赖清德不要这个 请黑金跟学伦 这两个议题 不要谈这个东西了 因为火烧屁股 赖清德真的会被 这个两个议题所烧到 那另一头呢 我们看到这个包括了王鸿威 那么他可以说是 这次战功标榜 他提出了这个林志坚的学伦问题 没想到会让民进党整个垮掉 他说民进党此举就是什么 自欺欺人 到时候如果正式选举 选举公报也照此标准 是啊 杨敏讲得对啊 我们等着看哦 民进党多少人 自我要降级哦 原本受博士的 可能突然只剩下学试 甚至只剩下高中毕业 是不是这样 有点迫不及待 好想看哦 倒是另一头 我们看到一个擦枪走火的 挺有趣的哦 这个翁达瑞旅美教授出厂啊 他要讲什么 他要讲台北灯会 台北灯会八亿是烧掉的费用啊 新竹棒球场十二亿是有建设的投资啊 你们就靠邀十二亿的棒球场太贵 你们为什么不评论一下 八亿的灯会啊 来这个这个近平你来看一下 翁达瑞是不是搞错了什么 所以他在骂蔡英文哦 对啊 因为八亿的这个台北灯会 还有砸下了那么多的在电视台 尤其是不少绿营电视台绿媒哦 这个都受惠 登了那么多的广告宣传 都是交通部观光局 交通部长是谁 王国财啊 行政院长是谁 就是内阁改组总辞之后 除了原来的隔魁 苏贞昌离开了 那换了陈建仁来 其他人都几乎留论的 一样的这个原来苏 大部分的内阁都在 也是蔡英文政府 就蔡依依他们啊 所以翁达瑞你在骂 而且这个预算是去年就编了 他可能搞错了 看到台北灯会你知道吗 他就想到蒋万安 对 就说以为是要去打蒋万安 对不对 他如果知道那是交通部弄的 他应该就不会这样讲了 其实我同意 第一次同意翁达瑞的说法 因为觉得八亿元怎么花那么多啊 这么贵啊 真的这个灯会越办越贵 真的也是 因为当初2016年 我记得在我们桃园的时候 花了五亿元 然后有一亿元是桃园市政府 当时的郑文燦 要这个在地的企业 不管是不乐之捐也好 或者是捐也好 就是反正就是 要在地企业帮忙捐 所以大家响应 四亿加一亿五亿 所以现在台北灯会竟然八亿 不过这个是因为 他们台北灯节 本来的预算就把架进去 所以这个部分 这个预算那么多 我觉得反正对于纳税人民啊 或者是一般老百姓 他就像翁达瑞 一看到说 你看他花那么多钱 的确是很有感啊 但是他真的搞错对象 对 但他要讲的 可能也不是这个灯会啊 他会关心到这个妈 对不对啊 谁叫我放弃论文战场 谁就是蓝营内应啊 这乔欣整个嗨起来 所以你看 在这些翁达瑞门的眼里 赖清德赖主席是什么 他其实就是蓝营的内应 对 道次至此真相大白 我要帮媒体下标 来 我们的标就抄这个 谢谢乔欣送我们一个标 抓到了徐晓欣爆料 一样耶 原来蓝营的内应就是他 我们的主编 谢谢乔欣 来 敬平怎么看 我觉得乔欣讲的蛮对的 虽然有点酸 非常酸 但是再认同不过 因为当初如果大家 绿营恨这个王宏威委员 恨之入骨 恨他把这个高家瑜口中 所说的一失五命 变成几乎成真 就是让这个绿营死伤整机 像包括这个郑文善在内 所以今天这个徐晓欣把他 我觉得徐晓欣就像是那种 国王的心意里面 童话里的这个小孩子 完全地点出国王没穿衣服 所以今天从这个赖庆德的 这个学伦的签署 到现在民进党还在装傻整天 刚刚其实杨明在讲的时候 我就想到他里面的这个 里面学伦的签署里面就有一条 如果这个候选人 他不把他原来最高的学历 这个登记的话 他只是就像我们今天 跟杨明汉那个小心想自我降级 这个部分啊 他不登记 那我们就不会去查他 那就没事啊 这个叫做言耳道理 就是说大家都很聪明啦 今天网友 你们看今天网友炸锅了 你仔细去查出他的细节的话 就会发现请教一下 赖清德主席主长的民进党 跟蔡英文主席主长有什么不一样 没有什么不一样啊 只多了些凡人入节 不是这样吗 这个东西我不晓得 他说有这些情势 还要治本党生育受损 如果有这些情势 本党生育没有受损 有没有可能 问题是林志坚有没有受损 有啊 那郑文贊跟蔡世英有没有 这个相对来讲比较好一点 程度上的话 我觉得林志坚一定是第一名 所以我说这个标准 如果你还有分这个2024以后 跟2024以前的这个两套标准的话 你这个党会被人家笑啦 以前犯了错 我们当作没发生 以后的我们再来管 对来来来 导播回到刚刚那张啊 所以这是告诉大家什么 昨日总总譬如昨日死 今日总总譬如今日生 现在我赖清德告诉你 本党重新做人 以前的你就不要再跟我计较了好不好 而且他们是只有说 昨日林志坚譬如昨日死 今日我赖清德 譬如今日生 就两个完全不同 对啊 那我就问你 那他来 潘孟安来 当然我 潘孟安的部分啊 我觉得是就继续来 我们继续观察嘛 他还没有报啊 不是 听说国民党早就已经准备好了啦 只是就是在等他当官嘛 等他要选举嘛 他只要更上一层楼 那就拿出来打 但重点是他除非他要选举嘛 那他如果只是入阁呢 入阁照打 入阁也要签吗 入阁不用签啊 入阁不用签 这个针对选举而已嘛 对啊 那我说入阁不用签 他不就解套了嘛 所以他不敢入阁啊 入阁会被在业党检验啊 他这个是叫做内控 我们提名的人 我们党提名的 要做这样的一个检验 如果有人进内阁有这样的问题 我跟你讲在业党只要查出来 一定下台啦 但是本党挡得住就好啦 对不对 是不是 但所以我才说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玄机在哪边 那个第二审查小组进行比对 他的这个机制有三个阶段 第一是签署学位论文 伦理声明书 就切结书嘛 第二审查小组要进行比对 相似度呢 没有超过这个大学设定的标准 查队之下 如果商事操作过标准 才会进入第三阶段 对不对 对所以你这个审查小组怎么组成 我们不他不是所有学这个参选的人 都是法证背景的硕士啊 也有人是工科 你看像比如说那个张善政 他土木工程的 对 我说像这种从政人员 有很多有理工科的 有这个法证的 你审查小组如果只有法证学者 那人家理工的论文他看不懂啊 他不知道怎么去验证他 有没有抄袭啊 好这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审查小组 我是建议啦 直接找翁达瑞 当这个审查小组的成员啦 找陈时芬教授 你看这么德高望重 对学伦这么有这个见解的这个教授 就当你们民进党的 这个学术轮理审查小组 召集人 然后呢以后大家就不用隐藏学历了 因为呢他都通通cover 没有人会被撤销 没有人会有问题 因为什么样的逻辑 只要是民进党的学伦问题 都不是问题 所以找翁达瑞没问题的 就绝对没问题 这个我直接给一个建议 那再来就是说 我们刚刚也讲了 其实这个叫内部的监督机制啦 内部监督机制的关键 不是在什么签声明书啦 什么去比对啦 这些都不重要 关键是我们从去年的 这些论文事件里面 看到政治人物 你没有那个屁股 就不要去吃那个蟹药 你没有那个能力 你不要去读研究所啦 我说这才是要开始跟 就是说跟除这个恶习 靠着所谓的陈明通 那种所谓的 我拉了政商关系 然后呢 拉到我的研究所里面 我给你学位 然后呢 最后老师去当高官 然后呢 学生去选更高的位置 我说这个才是真正的问题 但是这个检讨里面 其实没有提到 陈明通就下台之后 没事啊 民进党有 这个蔡英文 有要去这个 追讨他的退休金吗 有要处置他吗 没有啊 对不对 还在那边一天到晚 传讯息在那边 要大家这个 这个捍卫他的清白 他说林志坚是冤案等等的 没有检讨 根本没有检讨 所以这根本的问题不解决 你今天只是处理 这种所谓的表象 就是要大家做一个表面文章 你没有抄袭 你这个自己证明 自己声明清楚 切结 你就没问题了 这叫做 这就是有点叫做 言耳道理 就是我只是做表面功夫 所以杨明这个赖清德 以前也算是某种人格者 我看到他过去 对不对 对理念的一些坚持 在台南的一些做法 以前的赖神 虽然现在不神了 但是他推出的这个东西 让大家大为惊讶 这就是赖清德 他这个深思熟虑 我们看到担任党主席之后 推出了第一盘大菜吗 但是 这个东西他 他呢不知道 对于他的这个选情来讲 不但没有加分会有折损 更何况 他相较于陈建仁等等 他手上没有什么资源 但是昨天这个提案 他是赖清德亲自提的案 这个在民进党宗旨会是很罕见的 主席亲自提案 然后呢 他是用提案人叫赖清德 过去如果今天是用这个所谓的 就是说全党的提案 通常是用秘书党的名义提 过去民进党宗旨 为什么呢 极少有党主席亲自签名说我要提案的 为什么 表示他很满意吗 没有没有 这个这是一种 就是说一般用秘书党名义 就是要说这是党中央要的 对 那就用秘书党的名义 大家就有一个共识了 可是他昨天那个提案的 那个原始的文件 就是用赖清德三个字 网友他就说这是我要的 这是他要的 那下面呢也就不敢反对了 没有人敢反对 昨天本来听说 这个党内有一些人是有意见的 后来因为一看到 哇是赖清德亲自提案 谁敢反 你等于在党内造反 所以现阶段大家就是 先好我们都让赖清德 你刚上任 给你新官上任三把火 几把火给你烧一下 可是大家也看了一下 实际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那就做给赖清德 当他一个亏底 可是根本的问题 我就讲吧 像这个你知道 民进党的官网上面 还有三篇帮林智坚辩护的 而且放在辟谣专区 还没撤啊 还没撤 我刚刚就刚才 这不是好之前就提 几个星期前就提出吗 没错 到现在还没撤 去年七月总共三篇 天哪 到现在都还没下架 所以难怪嘛 你知道 是故意的吧 对 所以你知道最近有一个 那个沈柏阳这个教授 他是专门讲这个中共认知作战 什么都是中共认知作战 结果呢他在去年这个九合一选举 做了一个出口民调 他问说你觉得哪个阵营 最会散布假消息 结果呢五成四说 所有阵营不分蓝绿 什么通通都会 好这是第一个 最高的是这个 然后再来第二名是谁 第二名是民进党 22% 第三名国民党10% 做了一个民调说 自己人最会放假消息 所以嘛你因为你 就是因为这个辟谣专区 居然还放了 坚称林志坚的 中华大学论文是原创 坚称林志坚的 台大的论文是原创 难怪嘛 你的辟谣专区变造谣专区 所以我说 这根本的改革 检讨反省先做到 这些声明切节都是 皮毛小事而已 这个没有那么重要 脑力耗尽需要睡眠 睡前30分钟来包蒙蒙水 放松心情 舒缓焦虑 帮助睡眠 让你睡得好 精神就好 充饱店再出发 辣气的推荐代码 CTI567 还有主播出人物 CTI444